小新假装腿伤 在家拿美牙当丫鬟来回使唤 最后被美牙用计策识破 惨遭一顿毒打 由于上次为了救小葵 小新从房顶摔下去骨折了 可经过这么多天 小新的脚伤还没好 这让德朗医生觉得很奇怪 按照正常来说 小新的脚伤应该痊愈了才对 小新见此赶紧找借口开溜 从刚才的一瘸一拐 等到没人就开始飞奔上楼 接着来到病房 结果一开门 松板老师正在换衣服 松板老师怒斥小新开门之前 应该先敲门才对 小新见此也赶紧象征性地敲了两次 接着便和松板老师道别 因为他今天就要出院回家养伤了 随后回家的路上 美牙按照医生的嘱咐告诉小新 接下来就要靠你的意志力 要是一直觉得很痛 当然就永远都不会想练习走路 结果 真是危险 紧接着美牙继续开导小新 并由新生 如果一直觉得不会痛 那肯定就不会痛 那妈妈一直心里在想着发胖 发胖对不对啊 这胡说是什么 回到家后 美牙继续开导小新 首先要相信自己 然后心里一边想着自己已经好了 不会痛 再一边试着走走看 殊不知小新这是要一桩到底 我永远不会好 我不会走 我不会走 这可把美牙给气坏了 要温柔 要温柔 来 你都说几次 要温柔 温柔 小心 接着小新开始影帝级的表演 脚刚着地就痛得上蹿下跳 实在没办法 美牙只好使出三岁小孩的伎俩 给小新缴伤施加魔法 骗小孩的招数 施魔法就会好的话就不要阴神了 接着美牙告诉小新暑假快到了 要赶紧好起来才行 到时候才可以出去游玩 别担心别担心 到时候我的脚一定会好的 可是我现在还是得先好好休息才行 接下来小新就利用脚伤来好好使唤美牙 一会让美牙帮忙拿漫画书 一会还要帮她倒杯果汁 耍赖也得有个分寸 妈妈的声音站在我的脚头 看着小新那嘚瑟的样子 美牙开始怀疑她是在装痛 转头就问小新歌萨舞怎么跳 可没想到却被小新回怼 年纪这么大了还不会跳 大脑没长进 只有屁股越来越大 美牙强忍着请求小新教她 可小新早已识破美牙的伎俩 假装要示范就立马倒地喊痛 就这样美牙只好采取别的计策 这让小新顿时无比激动 忘了脚伤直接飞奔出去 哪里哪里 穿油胶的娜娜姐姐 奇怪 眼看门口空无一忍 小新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 妈妈的捷衣了 妈妈的捷衣了